这还是我第一次尝试做这么大的 这么豪气的摆台 当时接单的时候非常纠结 因为一旦做不好就会很土 我发现刚才那个模具好像一个人脸 两个鼻子一个眼睛 两个眼睛一个嘴巴 这次不做流沙金王八了 给他来一个闪闪金王八 在他肚子的部分弄了一个小闪闪 看到这你们大概知道我要整啥了吧 整一个就是要金碧辉煌 富丽堂皇 富可敌国的那种感觉 为了这个摆台 我真的下雪本了 还给他买了一个聚宝盆 我想的是这个摆台如果做成功了 肯定会很受欢迎 毕竟人人都爱财啊 整体上的色系没有给他弄得很复杂 就是黄色金色跟黑色 在组装的这一步我也花了很多心思 想让他看起来比较立体 所以那个小王八他是立起来的 头朝上 好像要在朝上面咬钱一样 中间是两个金葫芦 三个金龟子 左边是金蝉咬钱 右边是两个金斧子 大金龟的背后还有金如意跟金皮 修在咬钱 整一个就是只进不出